在花莲有一名谢先生五天前从家中离开之后就不见踪影了 家人十分着急报警 并且发动亲友全面来搜寻 今天在花莲新生桥下的水宫里面 一名园警发现了这名男子倒卧在地上 当时是一动也不动 不过后来奇迹似的发现还有微弱的生命迹象 让文峰赶到现场的亲友的情绪十分激动 只从五天的谢先生终于被发现 我躺在桥底下一动也不动 让街道消息赶来的家属和朋友又急又伤心 不要动他 先不要动他 赶紧呼唤警消钱来 救援行动刻不容缓 因为谢信男子生命迹象微弱 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五天前离家以后就失去踪击 因为谢先生平常有在桥下运动的习惯 家属拜托警方找了又找 先是发现了拖鞋 接着在花莲新生桥下发现倒卧一人 不停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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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啊 不停啊 我会不会往里面找啊 我就知道啊 我在什么都往里面再找看看 真的被我捡到这样 这个位置是不是很隐蔽 对对对 平常一般都没有人会进去啊 紧急送医 而目前谢先生意识昏迷 仍在家户病房急救当中 有没有人会在家里面